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在这里啊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商会任务 然后有一个任务是运输这个商货物 然后到这个指定地点 然后上面这个绿色的是这个条 然后车站会有这个丧尸 把丧尸打掉啊 然后就会取得胜利 然后由于这地方我这个步枪 没有耐久了 我忘羞了 然后这位置给大家展示一把这个土肘 冲进丧尸局 然后被击到啊 这个有点难受 但是我有一个队啊 我不知道我的队是啥样的 然后这地方直接可以随机苏醒啊 然后我这地方点错了 哎 这次随机苏醒就可以了 苏醒还是在原地啊 因为其实这就是你任务的旗帜点啊 你一直在车上 所以说你会一直远地赴我啊 这地方大家直接上来开始砍 然后那个队啊 他好像刚开始没动 然后这个怪都是15级的 然后现在等级什么非常低 伤害也不太够 然后这地方做完这个任务之后呢 我也是向这个别人请教了一下 我稍微问了一下 然后关于这个任务的问题 这个任务呢 大家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你要是你的好友 一种是随机匹配啊 就是你会匹配到一个路人 这个地方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点 我现在是随机匹配的啊 这随机匹配的问题 在于我不知道我这个队友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看我这个队友 他基本上就是没开亮枪 因为我现在这个步枪 由于没有耐久了 所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这个作战能力 我家还是比较靠他的 然后这个队友也是成功的活过来 开始拿枪打了 然后这地方呢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正常副本来说 大家一般用这个步枪 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因为这个步枪其实伤害比较高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子弹比较少 然后一打也昏腾 然后如果大家想做这种 就是大副本 就是你得 哎呀妈 我这怎么拿了个鱼杆啊 等会啊 换点岛 就是做这种 就是怪比较多的呢 然后等级比较高 我还是比较推荐 大家的战斗等级 要高于这个怪的等级 然后并且 做一把那个叫冲锋枪 也是在这个武器制造台可以做 这地方呢 也是 我这个基本上 这次任务应该是没了啊 这个 虽然说这个车快到了 但是这个 也不一定啊 这个车的血量 其实还是挺多的啊 但是我这车 为什么停住了 哥跑啊 哎呀完了 有点难受啊 有点难受 但是车这个血 其实也不太多了 这地方啊 这个确实有一种这个 就是怎么说 一直打怪这种割草的快感 但是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这个 商会任务和正常任务的不同 你在图里上是没办法获取这个战斗数联度的 正常来说 其实我要是这么无限刷新的话 其实战斗数联度非常好提 大家就是由于 它是规定时间段可以做 然后做完之后呢 如果你不通管 你可以再一次做 所以说其实刷档也还比较容易的 但是由于某些限制问题 在这个地图里 你是不会获得这个战斗数联度的 这也就导致 其实你 无论怎么做 你基本上 战斗数联度不会中途提升 所以一直都有这个伤害 如果你刚开始就感觉过不去了 那你百分之百就过不去了 这地方也是不太适合我这个等级去挤啊 我这地方 挤完之后 我感觉我有一个队友能带我 然后发现我的队友好像也不太挤啊 那这地方基本上 这个任务应该是宣告失败了 这任务肯定是没了 也是挺难受啊 第一次接这个商会大任务啊 就失败了 这也是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也是胖到我失败了啊 这个失败了 那今天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首款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款的其他游戏品 感谢你的本集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